大家好,我是赵亦凡 有同好想看到飞向拐角马阵型的优势 那么就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 这盘棋是2017年宝宝杯 象棋大师公开邀请赛第一轮 我对胡庆阳大师的棋局 我先手飞个象 胡庆阳大师跳马 然后我就点兵戳他 那么他就翻脸挂中炮 是比较强硬的走法 于是我上马保护我的安全帽 胡庆阳上马 此时我就跳起了拐角马 这个棋如果我要摆成屏风马的话 那么我的狙因为要保护我的炮 相对来说就比较没有这么样的机动性 以下黑帮可以透过对狙 然后冲中兵来寻求抗衡知识 这个牌面对我来说我感觉比较没有这么满意 那么实战我就选用了拐角马 这个拐角马如果运用得当的话 整个阵型就会比较生动灵活 但是如果运用不当的话 等于是在开局的阶段就暴露了一个弱点给对方痛打 那么实战胡庆阳大师出狙 那么我这个马已经有保护炮了 同时又有保护到中兵 因此我就可以先锋马出击 胡庆阳抬横狙击准备攻击 在这边我就吃一个足领个现金 那胡庆阳他就集中火力攻击这个拐角马 通常看到拐角马的阵型都是集中火力去攻击他 那在这边我选择是用左边的狙去保护他 那这个时候胡庆阳他就选择抬狙 抬狙来站一个位置 他选的是河口这个位置 那么我这边就平炮 准备要放暗器 那胡大师一看 这个暗器就是我马踩炮 然后炮打马 这样就得止 因此他就很自然的选择蟹炮 蟹炮逃开了以后还瞄着我的这个马 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先手 但是这样一下 我们仔细的分析 这个双炮马待会就会被进行到受到牵制 因为我红狙一出 就牵制住了他的这个炮 因此他这个炮发出来也没有优势 他如果打我就吃 后方的两只马压力很沉重 那么这个马也受潜在炮的压力 另外这个黑马 他没有办法跟其他的队友取得联系 所以黑方蟹炮算是一个软招 应该要考虑的是黑方退窩心马 退了窩心马以后 让这个马去保护这个马 就不怕红方有马踩炮炮打马的骑 那把这个位置先腾开来以后再平炮 就顺畅很多 那么实战平炮K到了自己的马 那红方我就出狙牵制 那牵制之后 黑方自然不愿意跟我做这样的一个交换 因此他就抬狙 两个G呢都抬到河口 看起来呢有点重复了 那这边呢我没有很大的这个威胁 因此呢我红方呢就选择了出狙 算是好争影侠 这边呢也可以考虑点个兵什么的 那这边呢黑方呢 胡青阳他就选择跟我对狙 那我呢就把他对掉 他透过对狙呢来减轻他这边的压力 但是呢我的拐角马呢也没有压力了 因此呢我就顺势把这个拐角马呢转到另外一边去 好转到另外一边去以后呢 我就把这个横拐啊给亮出来 而且呢这只马位置呢也还可以 未来的话呢有这个进武 或者是呢冲兵 然后往这个七路线进攻的这个路线 走到这样的一个盘面的时候呢 虽然我只多了一个兵 但是仔细一看 这个胡大师呢两只马都处于了一个比较发呆的状态 好所以呢这盘棋呢走到这边呢 基本上红方已经是优势了 好我已经看到了这个获胜的希望 好那么实战 好胡青阳飞下 好我就很自然的出狙 好然后他上一手试 我就很自然的往前推进 好进到竹林线 准备呢要吃竹鸭马 好攻击这只马 好那黑方呢胡青阳大师赶紧把这个竹头开 好那我先压再说 好不要让这个马跳出来 好因此呢他就往后撤退 好撤退了走到这边来以后 我又获得了进展 我的军呢又走得更好的位置了 好走到这里 我实战是选择了 不是 好以这个静观其变 好这个琴呢也可以考虑其他的走法 比如说你吃一个竹 好再领了这个另外一个现金出来也是不错 好或者是呢也可以考虑直接 就把我这个拐脚马呢 跳到转角以后呢 再跳到中间来 好发挥这个马的威力 好以下呢 如果这个冲兵是不成立的 因为红方啊他这个可以强冲 好强冲一抓狙呢 这个狙呢他是不可能吃兵的 所以呢这个狙跟主的联系就断了 好断了以后呢 我待会再马把这个狙勾掉 好那黑方呢就元气大伤 好那他如果不敢冲的话呢 我随时还是可以找机会 好这边要冲兵 好这边呢有机会跳 往六路跳呢跳卧槽 好都有很多的可能性 好所以呢这个跳马呢 也是很严厉的一手 好那么实战呢 我在这个等这个机会 好感觉时机呢 还不是特别有把握的时候呢 我就先鼓一手势 好看看对方 好怎么样去下 好那对方或许可以考虑呢 先把这个阻呢 往前逃开再说 好那实战呢 胡大师大概有点急了 好感觉局势有点被动 好因此呢他就进居 好本来的原意呢 是希望把这个兵呢 吃吃个几个回来 好取得物质的均衡 但是呢这个居 好是处于显地的 好我这个马呢 差点就可以吃到他了 好所以呢居不立显地 那我就只要想说 我这个炮呢 怎么样走开 我的马呢 就可以咬到这个居 因此啊 我就看到了一个破防的路线 好就是呢 直接拿我的马呢 去把这个像给砸了 好这样一踩 好那这个旗呢 基本上就破坏了 这个胡青阳的防线 好那黑方呢 只能这个把我的马吃掉 好我的炮呢 就发出来 好打马了以后呢 这边我还要 放了一个弹簧 要去弹这个居 好那这个居呢 自然只好逃开来 好那这边呢 那我就多了一个像的优势了 好然后呢 后续我观察到这个马呢 是处于一个比较危险的状态 好少了一个像以后呢 还会连带的 好影响到这个马 这个没有什么人保护 好因此呢 我就先把这个炮给拆掉 好希望呢 让他这个胡青阳的 左翼呢 更加空虚 好那黑方呢 他选择了 把我的炮飞掉 好如果呢 他是用这个炮 把我的炮吃掉的话 那这边的旗子呢 更紧 好那这个炮呢 是完全没有机会 就这个马 好所以呢 他是用四吃 好那用四吃以后呢 我的狙呢 往下一点 好这一点呢 算是抓马的一个 基本的手段 好准备呢 要去压死这个马 好那黑 这个黑发呢 胡青阳大师 赶紧跳马抓狙 好我退一步 然后他又退回来抓狙 好我又再进一步 好那这是一个奇怪问题 好因为呢 黑马吃他是不能常抓我的 好所以呢 他只能变着 好变着的时候呢 这个胡大师呢 他就上市 好这算是放了一个小陷阱 好因为如果说我直接去压马 好也是吃不到这只马 好因为他马呢 可以往这边硬跳 好那如果呢 我去吃马 好看到这个马香喷喷的 我就去吃他 好结果呢 就生陷葫芦 好那黑方呢 他只要推爆打狙 我这个狙就死了 好这样子下的话呢 胡大师自然会很开心 好所以呢 他上市了以后呢 我就不去压马了 我考虑到他是要 这个用两个市的地形呢 来将来 要把我的马这个狙给打死 因此呢 我就破坏他的阵型 好就浸泡 好串这个向 好这个打向 叫江以后 还有机会抽狙 好那这个向呢 他也不能躲 好因为他如果一躲开 我这边呢 就可以叫江抽马 直接就把他这个 马呢 在这边就地阵法了 好所以呢 向走不开 那他如果四走开的话呢 我就去压死他的马 好因为呢 他就没有两个是 关注我狙的旗 好所以呢 他这个旗呢 就可以说是 好这样一走的话呢 算是一箭穿星的 好那黑方 这个胡庆江大师呢 只好先把这个狙 闪避 好那我就敲一将 再破一个向 好然后他退市 好走到这边来的时候呢 也可以选择 食指不及吃 比如说过一个七路兵 好这样子下呢 这个把这个大势 一目了然就可以 好那实在呢 我是选用了 好压码 先把这个马领到手 好然后呢 他平炮 好平炮了之后呢 把这个一方面呢 是要看着我的马 一方面呢 是把我这个炮关起来 好那我大概就知道 他接下来计划 是要针对我这个炮呢 来进行围困 好那么呢 我也不担心 好经过这个细算了之后呢 我就把他马吃掉 好这样子下的话 有可能优势呢 不会是特别的大 但是呢 是稳固了自己的优势 好进行了这个最后的阶段 好算是呢 这个九局下派终结者 好做一个关门清场的动作 好就是步入到残局来决胜 好那以下 胡大师打马 我把他吃了 然后他把我的炮给关死 好但是呢 他还要画一步棋 把我的炮吃掉 所以呢 我就撤退 好开始进行 进行这个残局阶段的转换 好那他一定会吃我的这个炮 好那我就把他逐吃了 好这就是我的打算 好因为呢 我这样子我已经多了一路兵跟七路兵 好同时呢 破了两个项 好就是以一个G双兵 对这个G双式的残局 为一个基础来进行转换 好那么这个盛世呢 依旧不可动摇 好那黑帮 胡青羊大师退市 好那我就先拱兵 好那他进竹 好这个希望待会呢 我吃他的时候不要费功夫 好那我也不着急 先上个试 顾防 好那他这个G呢 终究是要走开的 好那他一走开 我就把他竹吃掉 好那他走开的目的是 为了要跟我抢兵 好但是呢 那我已经有两个兵摆在这边了 我只要保持这个G双兵的差距 好就可以获胜 因此呢 这是一个必胜残局 所以胡大师走到这边 就含笑认负